北京投的定期票是給民眾歡迎 不能無用跳外公車 新北市就表示 跳外公車是占對固定 坐車的人 讓定期票是注重 很多種運過的使用 台北市就是說 他會跟新北市這邊再來溝通 要搭公車 路線自己決定 通過跳外公車 App整個路線 只要遷到一定的 人數 就可以開新的路線 實際上是有通勤組的歡迎 不過T-PASS幾百百頭 請一口的月票 所以不可以以後跳外公車的坐位 只能夠現場單車 台北市的民眾希望T-PASS 學部的行動可以更加看 不過跳外公車的路線是民眾 是由於有價位上坐車 要用信用卡入卡來買票 才能以後保留坐位 也能保留部份的坐位 給現場單車的民眾 新北市府高投局表示 公車的業者開發跳外公車App 是占對固定坐車人客的作運 T-PASS是指導幾種運過的使用 兩種人客是不一樣 那目前的APP的付費機制 它就是使用這個信用卡 T-PASS的話它本身它也有一些優惠 它是使用多餘局 等於是說有點那個市場區隔的這個部分 其實T-PASS它籌辦的時間 其實還蠻緊迫的 這個App如果說我們要把T-PASS拿進去 等於是說我整個系統可能要做改版 可是現在其實預約座位這個制度 又實施的算是很順利 這個部分我們就是要再做衡量 公文處表示坐跳外公車的民眾 大部分都是歐迴新北到台北市 未來會跟新北市交通局討論 看敢要把跳外公車的座位 立即T-PASS 提升便利性 記者 中學報道